什麼樣的問題 解決剛剛講的 第一個我要先把這些刪掉 那當然一般的話我們就把它delete掉 不過我是建議 乾脆你這個delete的動作 可以把它寫在程式 所以我們乾脆把這個改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是在前面加兩個字叫P次好了 也許叫把原來一頁叫大樂透嘛 所以我要多頁的話 我叫P次大樂透下載好了 換一個名稱叫P次大樂透下載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我希望它跑之前 先把工作表裡面的東西先清空的話 那我先打一個叫Sales 我常會寫Sales指的是 工作表裡面所有的儲存格 然後點Clear Clear的話就是清掉的意思 幫我把它裡面先清除 也就是說第一個動作先把舊資料先清空 然後再下載 第二個的話我們這個地方我希望 解決IndexPage 我希望讓它後面這個1變成1到72 所以我在這個 剛剛的這個什麼 Sales點Clear這個下面 我Enter讓它控 我先打一個回圈 回圈範圍先給它 叫4i等於 然後第1的空一格 2 1到72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好 那這個的話就會產生 i的話就產生1到72 那我再把Wiz到EnterWiz 這個到這裡 把它移到它的中間 我拖拉放在中間 並且把這個Wiz到EnterWiz 按個Tab鍵 Tab鍵的話就是它在它這個回圈裡面 被執行的縮排 這樣比較有階層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把這底下的空白先拿掉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把這個1換成i 它就會1到72頁全部下載 它怎麼換 前面講過嘛 有沒有 跟那個 我要把i放在一個字串裡面的方法一樣 還記得嗎 那個口訣我建議可以記下來 1選取那個什麼 你要改那個數字 2的話先什麼 雙一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然後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並且把and的符號前後加上空格 這樣就OK了 你就把i放進來了 那這樣來run的話 它就會瞬間幫我把1到72頁全部下載下來了 那你現在可以runrun看 不過現在run的結果會怎麼樣 因為destination都在rangeA1 所以它現在得到的結果應該是先第一頁 可是第二頁的時候 它會把第一頁擠到右邊去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看一下 這個有嗎 這個應該 這邊的話應該是第72頁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是第... 這個應該... 從這邊到備注這裡應該是71頁 這邊應該是70頁 所以第一頁的話就會被擠到最右邊去 所以你會發現第一頁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第二頁 但是你說是不對啊 我不是要這樣排 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它能夠第一頁的時候 把它先delete掉了 全選delete子掉 我希望能夠下載第一頁的時候 它是在第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改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的條件是這樣 當它第一次下載的時候是1 當它下載完之後的話呢 它應該是向下追蹤 就是從A1向下追蹤 然後呢 幫我加1啦 OK 所以我們先把它設中段點 就是有點像這樣 我先把它這邊設中段 停一下喔 我先把它跑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先跑 這邊先 抓第一頁好了 refresh一次就會抓1頁 好 那你會發現抓第一頁 可是再來的話呢 我會希望說這個destination 就不會是1喔 而是多少 而是應該是Ctrl A1向下追蹤 Ctrl向下 向下之後的話呢 應該是這個位置的下一個 有沒有 然後反正以後就是 追蹤到它的這個位置 然後把它加1 放在這個位置 那應該對了 但問題來了 我們目前都A1 OK 怎麼改 所以我會需要有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預設值等於1 所以我這個預設 也許我們這邊加個K吧 K等於1好了 這個K還滿萬用的 之前還有用過K 然後再把K怎麼樣 放在這個1的位置 不過因為剛好E1的位置 已經在這個雙引號的最右邊 所以其實你這邊不是串在中間 而是串到右邊 所以串到右邊的話 比較簡單 直接把E delete掉 然後移到右邊之後 AND K就可以了 因為E右邊沒東西 然後並且把AND前後加空白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其實只要串一邊就好了 OK 把K串到A1的位置 OK 好 那可是問題 如果你現在假設執行的話 K還是永遠怎麼樣 K還是永遠是E嘛 可是喔 我希望它能夠抓資料完之後呢 幫我向下追蹤 然後把K變成向下追蹤之後加1 怎麼寫 其實特別注意喔 K如果要變更的話 你在referring的下一行 把K改一下 改成什麼 請你幫我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的話 請各位注意喔 我剛剛是游標放A1 所以我們用Range A1 指的就是說 我把游標放在A1這個儲存格 然後呢 我剛剛是什麼 Ctrl向下對不對 Ctrl 向上的話就是向上追蹤 Ctrl向下就是向下追蹤 可是Ctrl向下追蹤的這個寫法要怎麼寫 這邊注意喔 你這邊就點 點之後它有一個叫END的屬性 END的話指的是邊界 就是我希望請你幫我追蹤 追蹤什麼呢 追蹤這個範圍的邊界 有點像Ctrl鍵按住 然後END你會發現 刮弧之後它會給你方向 請問一下你是要Ctrl向下呢 還是Ctrl向 這個是什麼 X to left Ctrl向左 還是向右 還是向上 那我要Ctrl向下的話 我就這樣 點END的刮弧 然後XL到 就Ctrl向下 那Ctrl向下之後的話 請你再幫我追蹤到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什麼 這個數字是列啦 哪一列的意思 那你怎麼取得這個列 你就點RAW就可以了 RAW的話就列啦 意思是說幫我追蹤到之後 幫我取得停留的這個列是哪一列 所以它會幫你把那個91這個數字 幫你把它丟回來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K就會等於91了 不對 你說91 我說老師應該是91的下一個嘛 怎麼辦 沒關係啦 你就在這邊加1就好了 這樣的話就變什麼 這個就變成91加1就變92 所以它會幫你把資料放在這裡 OK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應該就寫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應該會不會OK 所以剛剛又多一個K 所以剛剛 第一個先K等於0 OK 第二的話就是把E的右邊 串一個ENDK 就是這個E是放過來嘛 它就是E嘛 然後E這個數字遇到AND它就變成文字 然後再跟AE串在一起這樣OK 不過你說老師這邊好像有一些前的符號 看起來有點干擾 可不可以拿掉 其實可以啦 如果你假設這個前的符號 覺得很干擾的話你就變這樣 AM的K嘛 所以如果假設它E過來那變AE嘛 B也是RangeAE 意思就是 放在哪一個儲存 如果假設把它資料下載之後 向下追蹤 記得這個向下追蹤非常重要 因為很常用到 然後加E 那我們來試一下 OK 所以一樣我先把它執行一下 它會先CLEAR掉 接下來把資料先下載 所以第一次下載了OK了 然後接下來我按F8 F8就是向下追蹤F8 OK 那向下追蹤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K 不對 他應該我現在再跑一次 然後這邊的話 F8 OK 已經下載Refense第一頁了 有沒有 那接下來K目前裡面的值是多少 E嘛對不對 那如果執行這個 你會發現它向下追蹤 這邊得到多少 你有沒有要放上去 他會跟你講91 91為什麼91 因為它向下追蹤 就得到這個列的位置 如果把它加E之後的話 得到多少 應該就92啦 這個地方 這個就92嘛 那92我把這行執行之後的話 那K裡面的值就變多少 那就變92了 OK 所以如果K變92的話 那當然我向下追蹤 得到的結果 那當然就是 有沒有 所以我再把它抓下一頁 所以我按F8好了 然後下一頁的話應該I等於2 這個I應該等於2 就是下載第二頁 OK 那下載第二頁的話 那我就是一樣抓這個 Refresh 那因為這個時候K等於92 所以它會放在這邊 意思就是說呢 下載的左上角就不是A1了 而是A92 OK 92的話 那你會發現 有沒有 這個就放在這邊了 第二頁 那一樣卡住向下 再來的話應該是 182加1 183 所以一樣啦 假設我這邊再把它下一個 你會發現它現在變多少 183 為什麼 因為它向下追蹤之後 現在變182加1 OK 以此類推啦 其他都一樣 所以你把它全部Run 這樣的話呢 它變Run72個page之後的話 它就會幫我把什麼 把所有的資料呢 通通都匯整到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不過可能要跑一段時間喔 OK 不過還好啦 至少比人工快太多了 有沒有 然後這個時候你會翻Ctrl向下 你用Ctrl向下的話 直接到最下面 應該是6501列的位置 那它第一期喔 資料就是2002年的1月5號 這個就是第一期啦 所以2004年的1月5號 等於是大樂透的開獎第一期啦 OK 好 那這樣我們資料就下載下來了 但是呢如果我今天 資料下載之後的話 其實這個資料好像 還有蠻多問題要改變的 OK 包含這個欄寬 把它拉寬一點 OK 然後還有就是說 到底哪個號碼 歷年來哪個號碼的 中獎機率最高 大概我們今天主要是 統計這個的話 那後面該怎麼做 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然後我們待會再來看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重點我把它提示一下 重點主要就是 先在這邊先跑個回圈 放在這裡 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地方加一個K K等於1 然後K等於向下追蹤 加1 那至於這個程式蠻重要的 如果你不太熟的話 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第五頁 這邊也有 試一下 你的排抬 多個回來 都有 火災